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明天的记忆 情节挺悬疑的 看完后说说你们的想法 女主秀珍在医院睁开眼的时候 大脑一片空白 没有任何关于自己以前的记忆 政府康宇告诉她 你出车祸了 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 秀珍虽然有一些疑惑 但周围的医生都出来作证 她也就打消了心中的疑惑 随后康宇很细心的照顾她 一点一点的给她讲述以前的故事 秀珍这才知道 自己是个孤儿 也难怪在医院这么久 除了康宇她没有见过别的亲戚 几天后 秀珍顺利出院 康宇却马不停蹄的要办理移民 面对官员的询问也是支支吾吾 不肯说出移民的真正理由 这一切秀珍自然不知道 她目前正在慢慢熟悉陌生的生活 这一天她坐电梯的时候 有个小女孩走进来 秀珍看着她 脑海里突然出现一幅画面 这个小女孩会在马路上出车祸 秀珍有点困惑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 但随后在马路上 她发现脑海里的场景竟然在如实上演 秀珍很是焦急 赶紧上前准备拯救女孩 但已经来不及了 幸亏康宇即时出现 两人才没有被车撞 经过这件事后 秀珍感觉自己似乎可以预知未来 为了证实这件事 她主动去接见那个小女孩 果不其然 脑海里又出现特殊画面 里面不光有小女孩 还有个陌生的小男孩 并且他们两人还会遭遇煤气爆炸 秀珍本想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可等她看到后 已经来不及了 接下来 秀珍把事情告诉康宇 康宇却不相信 反而带着她去了医院 医生说 那可能是秀珍车祸的后遗症 让大脑出现间歇性幻觉 场景所发生的事 可能是她以前见过或者经历过 大脑突然间想起 才会让她有种预知未来的感觉 秀珍也不知道 医生说的是真是假 但从医院出来后 有两个警长找上门来 原因是当初车祸在医院的时候 医生发现她身上有很多瘀青 很明显是人为造成的 警察这一次过来是想调查缘由 但秀珍脑海里没有任何记忆 警察问不出来 只能先离开 几天后 秀珍准备出门 乘坐电梯时遇到一个学生妹 脑海里场景再次出现 秀珍看到 这个学生妹会被一个老男人侮辱 就赶紧上全去作指 但学生妹却并不相信秀珍的话 因为她接下来 要去的地方是自己的家 家里只有爸爸 爸爸怎么会侮辱她呢 秀珍看对方不相信 只能放弃 出来时有个陌生女人拉住她 自称是自己以前的同事 秀珍其实对这个女人 一点印象也没有 但人家很热情 来人说了很多话 秀珍从她口中发现 康宇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因此产生了更大的疑惑 回到家后 秀珍得知康宇在办理移民 就问她是不是因为生意不好 才想出国移民躲避破产 康宇却让她不要多管 自己会处理好所有事 第二天 小区的门位让秀珍去拿快递 另是一箱子旧物 秀珍都不知道是谁寄来的 在回家的途中偷偷打开 全发现里面有几张照片 上面是自己和一个陌生男人的格照 看起来很是亲密 这让秀珍内心的疑惑更大 在回家的电梯里 秀珍遇到了女学生的爸爸 对方正在打电话 她从电话里听到这个男人只是女学生的养夫 领养的目的很不纯 秀珍很生气的警告她 你不要对女学生做坏事 否则我就报警抓你 男人听了很生气的掐住她的脖子 在挣扎的时候 秀珍又看到另一个场景 学生妹会被人打死 然后装进箱子里拉走 她还是害怕 使劲挣脱跑出电梯 正好遇到康宇 随后她把这件事告诉康宇 但康宇依然不相信 秀珍只能在晚上私自去学生妹的家 隔着门听到里面有人在呼救 随后门被打开 有个戴帽子的男人拉着行李箱走出来 秀珍赶紧躲起来 这个男人开车准备出小区 小区保安却拦下她 秀珍才发现 这个男人竟然是康宇 天亮后她还赶紧去找那个女同事 想打听一下康宇的秘密 谁知女同事很是紧张 看见后就检查她身上有没有伤痕 秀珍这才知道 康宇以前经常对她家暴 上次警察拿来满是郁青的照片 就是她被家暴后留下的 这时候秀珍才发现 自己一点不了解康宇 想到自己昨晚发现的事 她赶紧去警察局报警 但警察带着康宇和她一起来到案发现场 却发现那是一套空房子 已经好多年没人居住了 秀珍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 她固执的认为是康宇提前清理痕迹 于是就私自出去查询 结果在电梯里遇上了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跟自己那么亲密 秀珍内心的疑惑更大了 回到家后 康宇一点也不责怪她报警 只是反复说自己快要办好移民了 然后让她晚上去一栋烂尾楼 所有重要的事要告诉她 秀珍脑海里猛然间看到 康宇会在烂尾楼被一个男人打死 她赶紧说出来 可是康宇依然不相信 秀珍没办法 只能在晚上前往烂尾楼 结果发现地上躺着一个男人 而杀人的竟然是康宇 她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能打电话报警 等警察赶过来抓住康宇 秀珍却发现场景突然变得 跟自己所看到的不一样 康宇说那都是幻觉 但警长却起了疑惑 拿起铁锤在墙上乱砸 最后发现有具尸体被封在里面 此时陈峰的真相终于被揭开 原来秀珍并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她所看到的场景就跟医生说的那样 都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经历 那个小女孩是自己童年时期 学生妹是自己高中时期 小男孩就是童年的康宇 也就是自己的自己的哥哥 当初养父侠侮辱秀珍 哥哥看不过眼 不小心打死了养父 而真正的康宇并不是傻好人 秀珍经常被家暴 哥哥当初合伙跟康宇做生意 后来公司陷入经济危机 即将闷领破产 康宇就想杀死秀珍片宝 结果被哥哥发现 直接将他反杀 也就是秀珍所看到的那个场景 只是所有人都不知道 康宇这家伙并没死 现在哥哥被警察抓走 他就出来了 想顾及重演杀死秀珍 起了哥哥知道后 从警察局逃出来 再次用生命保护住了秀珍 故事的结局 秀珍独自一个人移民到国外 她想起了所有的记忆 那是在自己跟哥哥的约定 据可惜 哥哥永远也来不了了 影片就此完结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另外喜欢的请点个赞 或者转发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